艾特沃尔光柱是光明势力的灵性科技 它可以帮助地球解放 还有我们个人的扬声进度 它是阿萨塔这核部开发出来的技术 它是带有高振动频率的光柱 可以影响量子场域 进而改变现实世界和能量层面 艾特沃尔光柱也透过雷神之锤进行了升级 雷神之锤是量子层面光柱投射技术 它优得像雷射光一样来打入量子场域 进而消除量子异常 银河系中通常用不到这么强的科技 但是我们地球比较特殊 需要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 养生所有也会使用这种艾特沃尔科技 他们会利用这种科技来帮助个人和集体的养生 大家可以观想巨大纯净洁白的光柱 从天而降穿过自己进入地球的中心 想象这些光柱会帮助自己充电 我们可以花些时间来观想这道 可以帮助自己充电的光柱 下面是提示词 我在此呼请纯净洁白的光柱 降临并且包围我的身体 我在此呼请 我是我所视的灵在 我呼请 我是我所视的灵在 进入并且融入我的身体 好 纯净洁白的光柱降临后 就会启动光体 光体完全启动后 就会变成门户 也会变成我们的宇宙 非常棒 大家扬生后 就可以用自己的光体自由旅行 不需要到飞船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光体是个环面 两大高维电子火焰 进入我们的身体 还有一个往上升的困难领音能量 但是两种能量 在我们心轮交汇 它们就会形成一个旋转速度 非常快的脑场 当这个脑场可以 达到光速旋转 我们就扬生了 按原理来说 我们的气场 就是旋转的脑场形式 当我们人类越来越 接近第一次搭接触 跟解放的时候 阿斯塔之物部的飞船 就会在地球周围 跟轨道上 更积极地帮助人类的扬生 马虚行人的飞船 会把艾特博尔光柱 投射到已经觉醒的 地表人类学生 帮助他们的转变 和灵性成长 接着觉醒民众 就可以开始跟 阿斯塔之物部 有正式的联系 但是这个联系 在1996年 执政官入侵的时候 就被中断了 黑暗事例利用 许多虚假的话术 来抹黑阿斯塔之物部 以至于很多人 对阿斯塔之物部 秉持着错误的观念 其实真正的 跟阿斯塔之物部 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 那种体验 是非常正面的 大家可以从这里 就可以知道 阿斯塔之物部 很照顾我们的灵性发展 现在大家比较容易 在梦境中 或冥想中 连接阿斯塔之物部 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马上 就会看到最后的闪眼 某星星高等指护部 跟阿斯塔之物部 是互相合作的 某星星人 比较容易跟地表人类 直接合作 他们也会在将来 帮助地表人类 进行很多活动 大家可能会在媒体上 看到很多飞船的目击画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会发生什么事吧 大家经常使用 艾特尾尔光柱的话 就可以帮助地表人类 测试这种科技 艾特尾尔光柱 会变成可以把人 吸到飞船里面的 悬浮光柱 它可以直接把人 拉到半空中 再吸进飞船里面 但是现在使用 悬浮光柱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黑暗视力会干扰 光明视力会在安全的时候 使用这个艾特尾尔科技 好 以上内容 纯属胡说不到 大家放心转发